我们私奔吧 啊 你说什么呀 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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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干嘛呀 我要走了 你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呀 我跟叔叔阿姨写了一封信 放在餐桌上了 这会儿他们应该看到那封信了 小笛哥 最近我思考了很多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太大了 你是城里的孩子 我是城里的孩子 我不想留在这里 让阿姨继续给你压力了 还有我爸爸那边 他也不会同意的 我们之间的区别太大了 小笛哥 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好不好 你能理解我吗 小凤 我能理解你 我知道你的顾虑 你是因为我妈妈还有你爸爸 所以才离开的是吗 小凤 你知道吗 全天下所有的情人 他们都经历过很多的磨难 不是所有人都能顺顺利利的就在一起的 小凤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点时间 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 让我们之间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互相了解 小凤 我答应过你 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的 我也都会解决的 我也都会解决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小凤 但是我爸爸那边他吃得特别紧啊 你爸爸那边我会处理的 我会解决的 小凤 我答应你 小凤 本来今天我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的 去哪里啊 去一个我一直都梦寐以求想和你一起去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啊 你把箱子给我我就告诉你 那你跟我过来好吗 去哪里啊 伯伯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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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来这里了 小凤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 明镇局 小凤 你知道吗 这里是我曾经幻想过无数的日夜 想要和你一起来的地方 小凤 我们私奔吧 你说什么呀 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有点害怕 小凤 我知道你害怕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了一下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幸福去争取 去努力 如果我们一直唯唯诺诺的话 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我们的幸福的 我怕有一天 我们回想起今天的时候 会彼此后悔 小凤 你知道吗 遇到你之前 我没有想过结婚 遇到你之后 我就没想过和别人结婚 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就对婚姻 有过很多幻想 我觉得婚姻不是拖垮彼此 而是生活中互相鼓励 遇到的事情 能有人商量 在生活中累的时候 能够相互安慰彼 下班回家 能有个人一起吃饭 在外面受了委屈 回家又有个温暖的怀抱 人的这一生实在是太长了 总要有一个人相知相伴的 和你一起走完一生 我开着车 你坐在副驾 车上放着我们最爱听的音乐 我们一起买菜回家 这个场景想一想 该有多幸福 其实我觉得结婚的意义 大概就是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比一个人更有意思 当你觉得 依然会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但是 有信心去克服它 互相兜底 一致我们 我懂你心安 好的伴侣 真的可以减少 一半的人间疾苦 听得到我的脚印